利用社区一块空地 慈禧之工合力布置 准备晚上的夜间环保 下班时间居民回到家 居委会同志工挨家挨户宣传 大家晚上好 大火齐聚透过影片 了解资源回收 能护地球 我就跟着美一路来到这里 我来到这里感受到真的很开心 能够护着我们的社区居民 去共同地环保 去挨户我们的地球 这就是 聚工将回收的瓶瓶罐罐带来 让居民具体了解 分类方法获得众人回想 这些航空情是大家都要去付出的 不是说哪一个人 哪一个人要去做 就做得好 我们这个山中就跟我们的 这个什么机构 我们下午 慈祭慈善机构就结了缘 他们慈善机构 他派人到我们社区 就做了很多最后的清理工作 这是山竹台风在9月时 重创有龙社区的画面 当时水烟超过半层楼高 等等两天动员近200人次置工 轮班清扫 满街都是垃圾 居民都是非常的无助 因为当时的水深是有一米七那么多 碰到我们这个就是海中街的一个书记 放租记 那我们也通过沟通以后 他们就是希望我们 也请求我们给予帮忙 结果我们就晚上就马上去动员 在户的深刻体验 启动每周一次夜经环保 凝聚爱护家园的力量 带新闻珍珍美之工梁子巡 曾丰 齐海东 广东报导